新冠肺炎4月初大爆发造成了开立居家隔离书行政作业大塞车 有一名法学博士当时确诊了 台北市卫生局就只用口头告知说 他必须要进行居家隔离 而在事后也没有补发电子或是书面的隔离书 让这个博士认为是完全违反行政程序 而且当下又被电子围离限制了人身自由 因此向法院来提起提审 法院现在裁定了说卫生局只用口头告知 确实处理上是有达到重大瑕疵 居隔处分应属无效 而他被关在家中限制了人身自由 主管机关恐怕也得面临国陪的问题 全台爆发本土疫情后 卫生单位大多透过电话或简讯联系确诊者 但有名博士确诊后迟迟收不到书面隔离书 只被口头告知要隔离 因此杠上了北市卫生局 我需要一张台北市卫生局的行政处分 通知书来正确的告知我说 我应该要隔离到哪一天 杨明昭大博士后研究员刘清风 今年4月17号接触确诊者 后续也接到了接触者居隔通知书 需要隔离到4月23号 但19号他自己也PCR阳性确诊 却没有收到确诊者的居隔通知书 北市卫生局只用口头告知 他需要再隔离10天 后续没有补齐电子以及书面隔离书 博士认为只用一句话 自己就被电子围离限制人身自由 这行政程序恐怕有疑虑因此提审 而法官虽然不会提审 但也认定北市卫生局 瑕疵已达重大以及明显 另外全台预估 约有50万人也遇到类似状况 但因此产生的损失 可以申请国陪吗 律师不这么认为 必须要这个公务员 在执行这个居家居隔离的时候 有因为自己的故意或者过失 而导致这项公权利益的行使 处于一个违法状态的时候 才能够向国家来请求国家赔偿 虽然提审被驳回 但也发现了相关单位 只用口头告知隔离 已经达到明显疏失 后续也得改进 刘博士可以说是输了面子 但赢了理智 记者称赞张士奎台北报道